北京是世界第八大美食之城 居内地之首 以北京烤鸭为代表的北京特产 特色风味小吃历史悠久 品种多样 口味独特 制作精良且非常讲究 清代都门注资池云 三大钱买好花 切糕鬼腿闹渣渣 清晨一碗甜姜粥 才吃茶汤又面茶 凉果榨糕甜耳朵 钓驴烧饼挨窝窝 叉子火烧刚卖得 又听硬面叫啵啵 烧麦馄饨炼满盆 新天挂粉好汤圆 那这些小吃都在庙会 或沿街集市上叫卖 人们无意中就会碰到 老北京形象地称之为碰头石 那京味小吃的代表有豆汁 豆面酥糖 酸梅汤 茶汤 小窝头 茯林夹饼 国普蜜钱 冰糖葫芦 矮窝窝 碗豆黄 驴打滚 罐肠 豹肚和炒干等等 上万家的餐馆 上千家的老店 名店 白鱼家老字号餐厅 和异国餐厅 都挑逗着时刻的美食欲望 那这一期 我们将带你一起来盘点 北京特色美食 烤鸭 烤鸭是具有世界生育的 北京著名菜市 起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 石珍路中已既有 佐鸭 在当时是宫廷食品 其用料为优质肉食鸭 北京鸭 果木炭火烤制 色泽红润 肉质肥而不腻 外脆 里嫩 北京烤鸭分为两大流派 而北京最著名的烤鸭店 也既是两派的代表 它以色泽红艳 肉质细嫩 味道醇厚 肥而不腻的特色 被誉为天下美味 蒜羊肉 蒜羊肉又称羊肉火锅 始于元代 兴起于清代 早在18世纪 康熙乾隆两地 所举办的几次规模宏大的签收宴 内中就有羊肉火锅 后流传至十世 那旧都百花云 羊肉锅子为碎寒时 最普通之美味 需与羊肉馆食之 此等吃法 乃北京由牧夷风 加以研究进化 而成为特别风味 公元1854年 北京前门外 正羊楼开业 是汉民馆出售 蒜羊肉的首串枣 其切出的肉 片薄如纸 无一不完整 使这一美味更加迟名 蒜羊肉 传说起源于 年代蒙古族 在北京最为出名 老北京暴度 老北京暴度是天津和北京风味小吃中 著名的传统小吃 多为回族同胞经营 暴度早在清乾隆年代 就有记载 北京的清真餐馆和摊贩 就经营暴度 北京天桥有暴度食 门宽胡同有暴度羊 还有暴度棚 还有暴度满 等最为出名 有羊暴度和牛暴度 那牛暴度分牛柏叶和牛肚人 那羊暴度分九种 暴度是把鲜牛肚 指牛柏叶和毒令 或鲜羊肚洗净整理后 切成条块状 用沸水爆熟 那蘸油 芝麻酱 醋 辣椒油 酱豆腐汤 香菜末 葱花等半制的调料吃 那质地鲜嫩 口味香脆 北京豆汁 北京豆汁是老北京 独具特色的传统小吃 根据文字记载 有三百年的历史 豆汁是以绿豆为原料 将淀粉绿出 制作粉条等食品后的 剩余残渣 进行发酵产生的 具有养味 解毒 轻活的功效 豆汁 历时悠久 据说早在辽宋时期 就已经在北京地区盛行 而豆汁成为宫廷饮料 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情 那豆汁本来是 北京普通百姓的最爱 后因乾隆传入宫廷 成为宫廷饮品 北京草干 北京草干是一道 著名的传统小吃 老北京小吃十三角之一 由猪大肠 猪肝等制作而成 根据记载 草干作为北京传统早点的 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问世百余年了 草干是由开业于青铜制元年 公元1862年的 惠仙居发明的 是在原来售卖的 白汤杂碎基础上 去掉心和肺 并且勾了芡 从而形成了 流传至今的草干 胶圈 胶圈是一种 老北京传统的特色小吃 老北京小吃十三角之一 色泽生黄 形如手拙 那胶香 酥脆 风味 独特 在老北京 男女老少都爱吃胶圈 北京人吃烧品 爱夹胶圈 喝豆汁的时候 也爱救着胶圈 那胶圈是一种古老的食品 宋代苏东坡曾写过一首诗 相传是中国第一首 产品广告诗 牵手搓成玉鼠群 必油肩出嫩黄身 夜来春碎无轻重 鸭扁家人 禅必经 明代理时针的 《本草纲目》 古部也有记载 入扫言 千锁牛念成 环穿之行 油肩食之 那胶圈 可秉存十天半月 字不变 脆如粗 酥脆不疲 是千百年来 人们喜爱的食品 老北京炸酱面 老北京炸酱面 是中国传统特色面食 粗起源于北京 后传遍大江南北之后 便被誉为 中国十大面条之一 老北京炸酱面 入选中国地域十大名 小吃北京榜 是北京富有特色的食物 由菜马 炸酱拌面条而成 将黄瓜 香椿 豆芽 青豆 黄豆 切好或煮好 做成菜马备用 然后做炸酱 将肉丁 及葱姜等 放在油锅里炒 再加入黄豆制作的 黄酱或甜面酱 炸炒 继成炸酱 那面条煮熟后 捞出 烧上炸酱 拌以菜马 继成炸酱面 在老北京 炸酱面 海碗居 一碗居都有比较正宗的炸酱面 碗豆黄 碗豆黄 是北京传统小吃 也是老北京小吃十三角之一 是北京春季的一种硬食佳品 通常将碗豆磨碎 去皮 洗净 煮烂 糖炒 凝结 切块而成 成品后 外观浅黄色 味道香甜 清凉爽口 清宫的碗豆黄 用上等的白碗豆 为原料做成 因此洗 洗食而出名 民间的皂碗豆黄 是典型的春令食品 常用于春集庙会上 炉煮火烧 炉煮火烧 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 起源于北京城南的南黄街 据说光绪年间 因为用五花肉煮制的 酥燥肉价格昂贵 所以人们就用猪头肉 或猪下水代替 经过民间烹饪高手的传播 久而久之 造就了炉煮火烧 炉煮火烧是将火烧 和炉好的猪肠和猪肺放在一起煮 辅之以炸豆腐片 卤汁 加蒜汁 酱豆腐汁 香菜等辅料 食物或烧 透而不黏 肉烂而不糟 颇受人们的喜爱 驴打滚 驴打滚是老北京和天津传统小吃之一 又叫豆面糕 起源于东北地区 在北京称驴打滚 北京小吃中的古老品种之一 成品黄 白 红 三色分明 煞是好看 因其最后制作工序中撒上的黄豆面 犹如老北京郊外 也驴撒欢打滚时 扬起的层层黄土 因此而得名驴打滚 做好的驴打滚 外层粘满豆面 曾经黄色 豆香 馅甜 入口绵软 那别具风味 豆腺入口即化 香甜入腥 黄豆面入嘴后可以不绝 细细品是老少皆宜的传统风味小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